HELLO 校長 你好 我是 UMG.COM.HONG KONG的節目主持人 Kiva 哦 原來是你 她今天說有個Kila 開台電話給我Kila訪問我 哪個Kila 是不是小黃筆記的Kila Kiva 對 Kiva 我也想這麼出名的Kila 好東西好看 有 我有看 是的 想問一下 我想知道你6月18日就會出你的大碟 其實這個碟我已經有4年沒有出的 在裏面我收歌期間都收了一年半 在這年半我跟現在的手足說 希望找一些釘友 或者一些以前跟我合作過的 甚至乎一些現在的現代的 就好像找了Mr.來幫忙 是 會阻礙歌給我好好的說 我也挺期待這碟的出界 是的 我也知道 其實每個人都很期待 因為你已經隔了4年沒有出碟 現在出的 今次的大碟主題都是圍繞Band Sound Band Sound 是的 入面每一個內容 無論你是快樂或慢樂都可以 都是用Band的元素 譬如裡面有些Fop Rock Country一些的 Country Rock Pop Rock一定有 Heavy Rock也有 所以有 但是一首歌其實 人們都挺奇怪 但是第一首派台的歌就是盜愛 盜愛為何 好像普通的一首比較Pop的歌 又不是這樣 只是裝上Solo 比較有 Rock味 其實這首歌 我是最早的第一批收歌的歌 我中間期間一邊篩選 一邊篩選 有些要留下來 有些就不要 慢慢參與這首歌 每一次篩選完之後 這首《毒愛》都還會留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一定有他的原因 所以我就 成為第一批 對 第一批 而且因為他本來這首歌 是有很多強力 很多鋼琴 後來我就跟我們說 佩朱晨說 不如將這首歌 加多一些吉他 讓裡面的元素有些 所以中間我們所留 其實就是 City Beat裡面 John Arden 他特意找他在加拿大一個以前的朋友 就是他以前的樂隊 就是在加拿大 剛好過境 回到大陸工作 他找他幫忙錄音 哇 那段Solo 味道是形式不同的 很有趣的 你覺得好像初聽的時候 像Kick一樣 但原來不是的 原來那段Solo 是配合的 整個風格配得很好 其實這首歌的班底 是很難得 就是他無緣無故有被撞過 是啊 難怪這一部是這麼受歡迎的 就是我都知道 我經常都 希望阿正互相 其實現在要做到一個這麼好的歌 其實是很難的 真的難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去做到那間 這間 不能說 我們對